我们现在到了这边的CS4.0工作人员说 说我后面两个轮胎都变形了 我们现在赶回来看一下 如果真的变形的话阿婷只能把轮胎换了 可能就是因为我后面轮胎变形 所以才导致我车身抖动嘛 这是我自己的猜测 咱们现在去看看吧 先把刹车片换好了 然后师傅说后面两个轮胎变形 看看 哪了 你在那里哭的你看嘛 我从这里看是吧 看看 啊 一跳一跳的你看到没有啊 你跑这个时候在前面也是跳的 对我速度开的快了 车子方向盘就开始抖 对 其实你不是方向盘抖 应该是你整个车都在抖 你从这边也被看到 但是我看不出来轮胎哪里变形啊 你在这里 你这样看嘛 你这样看 嗯 是有一点 你跳一跳的呀 嗯 这边还有更严重的 嗯去看看 你看这个嘛 这就是轮胎的关系是吧 嗯 这边轮胎多少钱一个呢 这样的我同型号的多少钱一个 这个 来你 它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轮胎轮胎多少 应该是轮胎有个漆啊 还有 胎面变形 还是 有个漆的话也会变形 胎面变形 嗯 你看嘛 这条面是拱起的 这轮胎花纹还挺厚的 哇 大家看大脑一看 嗯 中间拱起的 你看这两边 你看 一进到有没有放弃啊 什么 一进到的时候有没有 气不能打太多 气肯定没打太多呀 嗯 其他都打得挺低的 你看 这边看到吗 嗯 你看到没有 这边 嗯 你看中间是鼓起的 看到没有 嗯 两边已经磨平了 两边磨平了 你看中间鼓起了 那我问一下价格 直接换吧 你那个销售的那 我前面轮胎没问题吧 我前面两轮胎应该没问题吧 这两个轮胎刚换的 他这边4SD没有这个轮骨盖 所以我还是得去往上面 头疼 刚刚这个轮胎转起来 确实有上下跳动的感觉 我说呢 找出来了 这方向盘抖动 跟车里面抖动 就这个后面两个轮胎的问题 我去阿里前呢 是把车子前面两个轮胎换 但是后面两个呢 我因为觉得他们还很新啊 你看这花纹 还有很深啊 所以就没换 方向盘抖动 搞得最后换两个轮胎 又换两轮胎 前面也换 这等于4万公里 把4个轮胎都换了 我这后面两个轮胎 全部是那个上台跳动 我给他看了一下 确实很明显 哎呦 又是破财消灾 出了趟西藏 一堆小问题 这个鼓一点 这个平一点吗 嗯 这中间已经冒起来了 嗯 这不西藏那边气压的关系 一下子高海拔 一下子低海拔 一下子高海拔 一下子低海拔 这感觉 为了像变窄的一样 中间已经冒起来了 两个已经压下去了 我前面两个轮胎确实 已经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是吧 前面两个轮胎没问题 嗯可以 本来以为几百块钱就能搞定的 来了又得花 两三千块钱 两千多块钱吧 应该差不多了 嗯 以为只是个动平衡的问题 没想到是我两个轮胎的问题 我想你的轮胎也该换 对对 我感觉提前换了 但是我的轮胎很新啊 提前换提前换 是 现在轮胎换好了 又是全新的两个胎 阿喜 嗯 它这里呢没有这个原厂的盖子 没有 这盖子怎么会这么容易丢啊 一下子不载了三个 好气啊 确实挺松的 感觉这个第四个也 也马上又不保了 整好了 本来想花小钱的 没想到来了 花率大的 2218 两轮胎 刹车片 动平衡 一大堆小检查 这样子应该 行了 没啥事儿了 但是咱们回去 就坐等了 就在 小园里面等着了 再也不出来了 我们现在回来了 成都今天真的是整整下了一天雨啊 也忒能下了 我们准备在小阳哥点点外卖 我们准备喝点酒 吃个小菜 啊 车子也完全准备好了应该 不过我没上高速测试啊 嗯 我想换的轮胎 应该是方案盘不会抖了吧 就是这两个轮胎的问题 两个轮胎有点变形 很多的蚊子好痒呀 疯狂的往阿婷腿上摇 你看我这个大脚趾头啊 现在超黑的 完全黑 黑掉了 不过脚趾甲不会掉了 我放心了 最气的是有好多评论说 赶快去雨夜 不然 不然伤口就好了 你以为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的 你看我现在大脚趾头有多黑 整个完全黑掉了 现在院子里面还有花花在 我在想 到底是谁给他喂饭的人 也没看到人给他喂饭 因为跟他们走了 我车上还有几包狗粮 幼犬零神 我准备给花花吃 哇好香啊 我自己都想吃 那你想不想吃啊 那 是吧 来 好吃的 不吃就没办法了啊 那你就只能饿着了 撕什么牙 喂喂喂 喂喂喂 喂喂 不弄你不弄你 你自己你自己搞吧 皮皮真草 皮皮真草 哎好知道嘞 好嘞 哦好知道知道 哦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我错了我错了 哎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喂喂喂 喂喂喂